手機不停滑亞滑 現在3C產品當保姆 出現不少年輕眼鏡族 根據調查 有4×6的國小生勢力不良 到了國中一口氣飆到7×3 有家長直接帶到眼鏡行便宜了事 但從明年起 6到15歲的學童配眼鏡 還得附上處方證明 為了避免 為確定確診之下 那麼就草率配鏡 這一次就修正 那麼明確的要求 第一次的燕光配鏡 我們必須先經過醫師的燕光診斷 左邊 右邊 跟著醫師的口令 小妹妹眼睛左右轉動 6歲前是矯正視力黃金期 原本就明定得有專科醫師診斷 避免隱藏邪視 弱視等相關疾病 現在調整到國中小階段 家長也表示贊同 這樣比較安全又安心 因為醫生比較專業 他會評估這個小朋友需不需要戴眼鏡 由於過度使用眼睛 容易造成結狀機靜聯 引起短暫模糊 眼科醫師會使用散銅劑放鬆 通常燕光100到300度之間 有部分就屬於假性近視 經過角膜塑形片及格矯正 沒有散銅之前可能300度400度 可是經過散銅之後回到200度100度 那這一兩百度的一個差距 如果沒有眼科醫師來做把關 未來以一個配錯的眼鏡的時候 持續一直加上去 往往眼睛會有很強烈的疲勞 一旦戴上高度數眼鏡 未來視力就無法恢復 還有可能引起長期頭痛 政策最快明年初上路 業者若不遵守 最重開罰10萬罰還 甚至廢照處分 在新文州陳葉宜玲台北報導